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鳴谷屋位於愛知縣的西部 市區人口大概230萬人 面積比台北市大一點點 前往北路、儀式神宮等等的旅遊景點都不會到很遠 鳴谷屋市大部分的景點都聚集在市區 交通很方便,三日遊可以Cover到很多景點 把這裡當成一周自由行的一部分,應該很不錯 本影片Bob就帶大家來一場鳴谷屋 犬山城,儀式神宮三日遊 假設我們到鳴谷屋站的時間是早上9點 我們就先去用個經典的鳴谷屋市早餐 從車站走個15分鐘左右我們來到吃茶名店Bucho Coffee 外觀看起來真的不太像吃茶店 但走進店裡會發現還蠻有氣氛的 點一杯自家烘焙的咖啡 配上鳴谷屋的小餐紅豆厚片吐司 方的圓的都有 紅豆上又有點奶油 吃起來甜甜的,而且很有飽足感 鳴谷屋的第一餐就讓我們HP全滿 如果吃了太飽想消的話可以選擇走路半小時 不想走的人可以走路加搭車約15分鐘 我們來到鳴谷屋的大景點 鳴谷屋城 這裡是1615年由德川家康下令建築的城堡 號稱日本歷史上最大建築面積的天守 可惜天守殼於1945年空襲中炸毀 雖然於1958年由鋼筋混凝土重建過 但經過了60年因設備老化而不再對外開放 2018年重建而成的本丸玉殿 也就是偽張藩主的宅邸 是有開放給一般民眾入場觀看的 這裡總面積3100坪 總共有13棟建築物以及30個房間 每一間房間都忠實的還原燒毀錢的模樣 看起來十分的金碧輝煌 感覺置身於江戶時代有錢人家裡 現在時間接近週五 我們來覓食吧 鳴谷屋城附近的京夏寫恒丁 聚集了鳴谷屋的當地美食 我們來到的區域是城東門的義職種 雙餐就是鳴谷屋的味噌炸豬牌的代表店 食廠炸豬牌吧 聽說味噌炸豬牌是初代店主喝醉的時候 吃到味噌炸肉串為靈感而研發出來的 味噌炸豬牌的靈魂味噌醬使用一年半熟成 可以把炸豬牌的油膩覆蓋過去 非常的好吃下飯 吃完中餐我們用散步的方式走九屋大通公園 路上會經過名古屋市議所還有愛知縣廳 這樣都有歷史意義的建築 皆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九屋大通公園可以說是都市的綠洲 是二戰之後所建立的公園 長約1.4公里 寬約78公尺 這個公園不只有綠地跟自然 也利用寬廣的空間引進了商場跟餐廳 以及很適合打卡的藝術品 我們下一個景點就是有將近70年歷史的 中部電力Mirai Tower 就成名古屋電視塔 來到約90公尺高的展望台 雖然這裡比較其他地方的展望台算是低了一點 但由於周邊沒有什麼高的落下遮蔽視線 可以看到整個名古屋市的景色 也可以遠眺剛剛拜訪的名古屋城 聽說這裡的夜景更精彩 找機會來看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3點 走路到榮站 搭乘電車 大概25分鐘來到熱田神宮 這裡相傳是日本三個神器草替神劍所在地 也因為其地位 據若讓子神社的重要性 僅次於伊士神宮 這裡將近2000年來都是熱門的參拜地點 新年拜年的人數可以高達200萬人 境內包含本宮總共有45個神社 大家可以好好散步探索 如果肚子餓的話 這裡也有休息區可以吃個東西 離開熱田神宮大概下午5點 我們前往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 大須商店街 這裡是以大須觀音等等廟宇的餐道為中心 而繁榮的一個區域 已經有400年的歷史 從江戶時代到今日都充滿了活力 這裡有頂商店街總長1700公尺 總共有1200間店鋪、餐廳、電器行、服飾店、影印俱全 包裹還發現一間台灣人開的小吃店 叫做立場的台灣民屋屋台 說實在話真的很台很好吃 讓我想為了這家店再來民屋屋幾次 我們在商店街逛到7點半左右來吃個晚餐吧 我們來試試看民屋屋最有名的披薩店 Pizzeria Blancheria Cezari 經營者木島招臣先生 得過很多世界級的披薩比賽冠軍 家店的窯爐請到拿玻璃的職人來製作 烤出來的披薩很實在 帶有很棒的焦香味 讓它欲罷不能 除披薩以外 家店的開胃菜 餐前麵包 義大利麵 火腿等等都很棒 找多一點的一起吃 可以點超多的料理 享受晚餐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晚餐中結束哦 今晚我們下台的飯店是車站附近的ivy style hotel 雖然是平價商務旅館的價錢 但是大廳跟房間等等的硬體都算蠻時尚的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今天一早大約7點 我們先用飯店的早餐後 前往下一個景點犬山城吧 這裡位於愛知縣的犬山市 離民谷物車站坐電車 將走路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到達 城堡本身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少數的城堡為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而這其中十二棟中只有五棟為國寶 犬山城就是其中之一 這裡據說於西元1537年 由枝田信長的屬副建造而成 在1617年時 偉張德川家的城子 城賴正城 獲售犬山城後 把城堡家以改良 接下來這四百多年來 經過了明治維新的廢藩制限、地震 二戰後颱風摧殘 雖然經過多次修繕 但天守閣一直屹立不搖到今日 犬山城建造於高於85公尺的丘陵上 本王的天守閣就出立於山頂之處 天守閣高19公尺 占地面積大約700平方米 總共四層樓高 和32公尺高的紀錄層比較起來小了很多 但這裡的特色就是四樓的屋外區 也是五個國寶城堡中 唯一可以走到室外的環形外廊 走一圈可以看遍這裡的美景 鮑勃最喜歡木僧穿這面的景色 除了在天守閣看景以外 從遠方看天守閣也不賴 犬山城的對岸奇舟祈福縣 我們就來從祈福欣賞愛之縣的犬山城吧 犬山的城下定非常的古早味 有種回到江戶時代在城郭散步的居民一樣 鮑勃就來推薦這裡的幾個美食吧 Koko Tomo 使用的犬山這裡自家製的米 製作的年輪蛋糕 非常好吃 我們拜訪了三隻碗店裝潢十分漂亮 在這裡邊吃邊休息吧 這一區也以各種不同口味的串物聞名 大家吃個串炸吧 也有不少小吃店販賣頂級日本和牛非駝牛的沃壽司 雖然要賣一個一千塊左右 但可以吃到A5的牛算是蠻划算的 拿來放壽司的盤子 其實是鮮貝可以拿來吃喔 犬山城東邊的遊樂院也是犬山市的必訪景點 有機會的話可以申請參觀茶室內部 整個遊樂院的腹地不小 有很多建築物可以參觀 在此悠閒的散步吧 現在時間大概中午 剛剛在犬山城都是以吃小吃為主 應該沒有很飽吧 我們回到名古屋車站附近 來吃個名古屋的另一個名產 鰻魚飯 我們選的餐廳是 烏納屋屋、柏福屋 這家店可能沒有蓬萊宣等等的名店有人氣 但Google Maps高分 Tabegu百名店 還有米其林指南等等的推薦 也是像Bobbo躍躍鬱意識 食人用炭火烤出來的鰻魚皮 帶有脆脆的口感以及醬汁的美味 搭配上鰻魚細嫩的肉質 直接吃或加到茶泡飯裡面 品嘗不同的味道都很讚 好吃 吃完了中餐 現在下午2點 我們前往代表愛知縣 以及全日本的汽車公司 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 從餐廳走路加搭車 或是直接走過去 大概25分鐘左右 這裡原本文明是44年 由豐田集團的創始人 豐田佐吉研究開發織布機 而創設了試驗工廠 迎接我們的就是豐田佐吉 於1906年發明的環狀織布機 為日本近代化有巨大的貢獻 纖維基線館原本是大正時代所建造的紡織工廠 大家可以參觀當時工廠一條龍的設計 豐田洗衣廊創始人的兒子 於1933年成立了汽車部門 卻又享譽全球的豐田汽車 汽車館面積將近8000平方公尺 展出了很多開發汽車的珍貴資料 Bobbo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汽車工廠的這一部分 透過機器看到汽車如何被製造出來 真的很屌 離開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4點多 往明古屋車站方向走 可以順道路過擇武之身 這次是西元1904年的一個陶瓷工廠 由於對日本近代化產業的發展 占了舉出輕重的地位 也被日本經濟部認定近代化產業遺產群 此地的綠地跟紅磚倉庫 很適合在這裡小氣一下 順便拍一些照片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5點左右 我們從明古屋車站搭個兩站 來到榮這代 這裡一路到市場盯站 就是昨天我們去的大區這一帶附近 真是逛街的天堂 商店街 百貨公司 地下街超級密集 小小的區域可以讓你逛到爆 我們滿餐錢就在這裡逛逛吧 晚餐的話我們就來試試明古屋的另一個特產 味噌煮烏龍麵 三本屋本店 充滿嚼勁的手工烏龍麵條 以及味噌和監獄湯汁完美搭配 使用伊賀做的土鍋 想要熱騰騰的食物 冬天的話吃起來真的超爽 吃完晚餐時間也不早了 我們今天的行程也就結束囉 我們第三天就去伊士神宮看看吧 要花點時間搭車 記得飯店早餐要吃飽 伊士神宮位於日本的三重縣 總共有125個神社組成 最有名也是供奉天照大獄神的內宮 以及豐壽大神宮的外宮所組成 我們這次就介紹內外宮以及周邊的景點 是一個大概可以晚一天的行程 外宮的話直接在伊士市站下車走過去即可 如果是內宮的話可以達到五十林川站 坐八十十分鐘內就可以到達 我們假設到達內宮的時間大約早上十點 首先迎接我們的是七公尺高的鳥居跟魚制橋 長度也一百公尺左右 下面的河就是清澈的五十林川 往下走來到了神社入口鳥居 我們來到玉守錫場 大家可以在這裡用清澈的河水洗淨身心 這裡也可以看到不少人坐在休息享受河景 接下來往正宮的方向走 這裡就是天照大獄神作證之處 原本天照大獄神供奉於皇居內 但2000年前的第11代傳人天皇將獄神移駕至伊士 這裡每20年就會舉辦一隻四年千宮 將神殿與旁邊重建 每次需要耗時八年 於西元690年開始已經千宮62次了 連我們剛剛走過的魚制橋也會重建 除了正宮以外 內宮境內也有祭拜吹頌神風之神的風日祭宮 以及別宮荒祭宮 以及神樂殿可以參拜 另外內宮身處於自然之中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 大家可以挑一個喜歡的季節來參拜 離開內宮接近中午 我們往往回走 回到魚制橋往上連接的方向走 玉浮丁自古以來就是前往 伊士神宮內宮的必經之地 有很多餐廳跟小店 鮑勃超推這裡的名產赤福 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了 雖然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得到 但一定要到建築物140年的本店 吃赤福餅配茶 紅豆甜而不膩 跟茶非常的對味 如果夏天的話也可以吃個赤福冰 抹茶配上紅豆跟白玉超讚 豆腐鞍山中的豆腐雙麒麟也不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 與道地的伊士烏龍麵 福斯家的伊勢烏丼 鮑勃點的松阪牛烏龍麵超好吃 口感QQ的烏龍麵真的順口 另外鮑勃想特別介紹這裡的星巴克 伊士內宮前店 外觀正面的概念是仿造江戶時代的建築設計 店大門上面吊著門簾 上方自有鬼瓦的屋頂 與鵝卵石七層的商店街 以及兩旁傳統物鑿建築十分的搭配 完全不會顯得格格不入 只不過路過的時候要仔細看一下不要錯過 包補取材的時候真的不小心路過 一樓的設計靈感來自江戶時代的商店 霸台設計得非常的精緻 用餐區位於二樓 總共有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可以看到自然跟山景 用三重當地產的木材所做的長桌 讓大家喝咖啡邊交流 第二區的座位不少 中間加上兩旁總共有二十幾個位置 屋頂小小的天窗讓自然光能夠直接透進來 第三個區域也是包補最愛的區域 可以直接從二樓看古早味石族的商店街 人來人往的人潮 擁有身處在時代區的浪漫感覺 現在時間大約下午兩三點 我們從商店街搭乘計程車或是巴士 回到伊士市站 來拜訪伊士神宮的外宮 進到外宮之前 我們可以先參觀一下千宮館 這裡詳細的介紹2013年的千宮儀式 館內展示不能拍攝 所以大家啟用自己的眼睛體會 千宮館看出去的景色很漂亮 如果走得有點累的旅客可以在這裡看風景 今天最後一個行程我們來拜訪 一種豐壽大神宮 也就是外宮 這也是掌管天照大獄神的飲食之神 也是十一柱的守護神 外宮也是跟自然美麗的融合 結束伊士神宮的行程 回到明谷也晚了 來吃個晚餐 第三天的晚餐也是明谷的特產 炸雞翅 台灣雖然也有明谷無風的炸雞翅 但是在本地吃才殆盡 我們選的豐來方就是其中一間名店 我們三天兩年的行程 就在大肯雞翅中結束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